男孩用血当颜料给女友纹身 并许下山盟海誓 可不久后女友变了心 于是发生可怕的一幕 阿峰带着女友琪琪去见家长 一路上他一个劲叮嘱琪琪 千万不要在父母面前脱衣服 原来因为琪琪身上有个纹身 他不想给父母留下坏影响 琪琪也答应了他的要求 很快俩人到达了和父母约好的饭店 阿峰父母一见到琪琪就连夸他漂亮 还说阿峰找到他这么个女朋友 是阿峰的福气 听到父母对琪琪这么满意 阿峰和琪琪都很开心 可就是在这时候 服务员上水的时候 一不小心洒在了琪琪身上 阿峰父母怕他不舒服 让他把湿衣服脱下来 阿峰极力阻止 却被指责不心疼女友 最后琪琪只能照做 看到琪琪身上的纹身 父母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 依旧热情地招呼着琪琪 可阿峰像吃错药一样 直到吃完饭再没说过一句话 他总觉得父母因为纹身嫌弃琪琪 嫌弃琪琪就是嫌弃自己的眼光 他觉得琪琪丢了自己的脸面 吃完饭出来 两人就在街上吵了一架 琪琪说自己又不是跟他家人拍拖 就算他家里人不喜欢 那又有什么关系 可阿峰觉得 自己会因为琪琪的纹身 受家里人的冷眼 他希望琪琪能把纹身洗掉 琪琪不肯 冲动之下 他提出俩人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等冷静下来之后 再决定应不应该在一起 再说一个纹身也不至于闹这么大 实际上阿峰这么介意这个纹身 是因为这是琪琪和前男友阿森一起纹的 阿森是个纹身店老板 琪琪的纹身由他亲自操刀 但阿森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说男人吃起醋来也很要命 连死人的醋也要吃 因为这个纹身俩人吵了不少架 好友劝解琪琪 阿峰是个很好的男孩 希望他能够珍惜 如果他真的爱阿峰 就应该为了他洗掉纹身 反正阿森已经死了 留着纹身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完好友的话 琪琪也开始反思 这时阿峰也主动找上门来 还给他买花求和 还表示他父母并不介意 纹身洗不洗没那么重要 听到阿峰这么说 琪琪终于下定决心 第二天就要去洗掉纹身 阿峰激动地抱住他 却在碰到他的那一刻 被刺痛 手也流出鲜血 俩人都以为是因为太干燥产生静电 却没有注意到扎到阿峰的地方 正是琪琪纹身上的玫瑰花刺 第二天 琪琪来到医院准备把纹身洗掉 当初阿森为他纹身的时候 将自己的血当成了颜料 他说这样 自己就能永远陪伴着琪琪 琪琪也答应他一辈子只爱他一个 永远不会洗掉这个纹身 并许下誓言 洗掉纹身的话 他就会孤独终老 阿森说 要是他敢洗掉 就一辈子缠着他 阿森说得很认真 可琪琪并没有把这些话当真 没过两年 琪琪对阿森没了感情 要和他分手 阿森找上门去 一哭二闹三上吊 但依旧没有挽回 为了让琪琪后悔 他从顶楼跳了下去 而之前美好的誓言 也在此刻成为了可怕的咒语 正是因为这样 琪琪才不敢洗掉纹身 而不是因为他对阿森还有感情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直没出什么异样 琪琪渐渐放下了当年的心结 可就在医生准备给他洗掉纹身的时候 胳膊突然自动流出鲜血 医生只好为他将伤口包扎起来 第二天揭开一看 纹身居然越长越大 他这才意识到 是阿森的诅咒应验了 好友说自己的二叔是通灵师 希望可以帮忙赶走阿森 二叔却表示 琪琪不守信用 自己不会帮他 无奈琪琪只好回家 因为他太久不接电话 阿丰十分担心找了过来 在男友的安慰下 他十分委屈 阿丰去抱他 却被纹身刺伤 这时阿丰发现他的纹身变大了 以为琪琪故意纹来气自己的 就在他发火的时候 他的手掌却长出一颗玫瑰藤 藤蔓缠在他脖子上 很快阿丰就领了喝饭 东贵的琪琪拿起水果刀 将纹身割了下来 之后他到医院执皮 可执完皮之后 纹身依旧还在 并且长满了他所有胳膊 而正值青春年华的他 脸却变成了一个老太婆 这也正好应验了 当初他说违背誓言 就孤独终老的承诺 文身出自港剧奇幻潮 一个因不守信用 引发的悲剧故事 都说海誓山盟不必当真 可有的人玩弄感情 而有的人视之为生命 说出的话就必须遵守 否则就要付出代价 所以不要轻易对一个人发誓 一旦说出就一定要做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